妈 元逸 你妹妹出事了 你可别帮忙的呀 都要结婚了 小桥也是一家人 您放心假 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 你丫头不知道在哪借了钱 走走十几万呢 这家我们怎么能还得上啊 这么多 我这 应该不够啊 没事阿姨 我这应该还能凑处一点 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 那我先走了 小桥你送我一下吧 天一和他妈妈还真是不打你到外 马上就要结婚了 只算是一家人 可哪有不结婚就先替他们还债的 遇到坏事就是一家人 有好事的时候也没见想起过你啊 小儿 你是不是还有几天年假呀 那你这周请了吧 我妈生病住院了 我也没时间 你去照顾一下 要不 要不还是请护工吧 我过年还想多回家陪陪爸妈呢 哪多费钱呀 再说了 马上就是一家人呢 趁那个机会 你也能和我妈好好相处一下 你这两天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 你看你这黑眼圈 没有 张了一天班就这样了 一直笑不下去 不是 你喜欢你就拿回去 你嫂子多的是 这不太好吧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这有什么的 你嫂子不会介意她 是吧 乔 乔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家里房子要翻修 可能不太够 我记得你好像还有点 你看能不能 没事 我怕时间放在这儿 不太好吧 亏我还跟我妈说 小乔都是一家人 肯定会同意的 要不这样 我给你打个欠桥 这么久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等我和家里商量一下 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 这话我也不该说 不过你真的应该 深入想想 我明白 我会仔细考虑 那我走了啊 其实家里的拆签盒 还有一些 但是 到花完了 我的心里 总感觉不踏实 不过 这是你没跟小乔说的 当然没有 结不结婚 这把刀都是外人 这么长的事 能跟妈说 既然是外人 那我看这钱 也没必要借了吧 小乔 我们不是在说你 是啊 你误会了 再说了 结了婚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还能远征征看着小姑子 有难度吧 不好意思 这婚还没结 我也还没有小姑子 对了 你们现在要还的 不仅仅是妹妹的钱 还有天一之前 借我那三万块钱 一起清算一下 另外 这里是我家 不欢迎外人 请你们离开吧 走嘛 碰到坏日就是一家人 有了好事就是外人 这样没有诚意的婚姻 不要你罢 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